時間來到9月15日 禮拜日 亦是我們大小兄安寧 13天金秋團隊之中的第二天 很開心 昨天第一日一上線後 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 其實很想來這邊大小兄安寧 但只不過香港很少女人去做大小兄安寧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播放我們齊齊玩的團隊 今個秋天你跟不上的不要緊 來年的冬天、春天、夏天我們都有做 畢竟這個線路 其實一年四季都適合來 但只不過11月的話就不要搞了 因為雪有尾刀 樹葉又落下 我們馬上去見 全型師傢伙 奧布手機和DJ 航拍機 今次要挑戰的兩人是齊齊玩假期 大小兄安寧 13天金秋團 接商回 商回我們國安導遊 香港坐飛機到北京 北京再轉機到海拉爾 我們入住的是周桂酒店 昨天回到酒店的時間都比我預期中早了 大概是10點左右 我們就到酒店了 昨天我們回到酒店之後 我自己也有出來吃東西 畢竟東北這邊的火食來說 都OK的 飯是好吃過的 四川 甘肅那邊 畢竟這裡的平原 東北大米很有名 大家有沒有吃過 說回我們這團 我們這團是早7點吃早餐 早餐來說位於酒店的五樓 有什麼特色東西呢? 有這個奶茶 畢竟是內蒙古 蒙古族 奶茶是最有名的 我們就8點出發的 我們第二天去哪裏 我們就要玩呼倫貝爾的藍線 也就是玩亞爾山那邊 亞爾山是一個森林地方 但為什麼你看到全都是草原 沒錯 因為中間的位置叫海拉爾 也是呼倫貝爾市 最大的一個中心位 周邊都是草原 我們首先要經過草原 然後才會去到亞爾山森林公園 我們首先去到第一個景區 叫做七仙湖 這裡是一個大草原 當中也有7個湖泊 組成這個叫做七仙湖風景區 秋天真是秋天 牛、馬吃到肥了 看到嗎?真的很有趣 你說七仙湖這個景區 也不算特別大 所以叫做小景點 我們下車拍照 叫做鬆一下筋骨 第一天來說 我團友一定是開心 看到這些牛羊 大家在這裡瘋狂拍照 拍完照之後 我們就去吃下午 東北的飯來說 是非常之好吃 但是鬆來說 是偏鹹的 辣就不算特別辣 當中的小黃魚也是非常之正 由餐廳那邊看出去 暫時來說 還未轉到金黃色 因為你說要去到金黃色的話 氣溫一定要大約晚上 兩度、四度 要遲續一個星期 這個地方全部都會金黃色 我今天的氣溫去到十八、十九度 非常之高 不要緊 因為我們這條線是十三千里 可能頭幾天看不到最漂亮的金黃色 後面那幾天來說 預計會更加金黃 這裡就是亞爾山國家心靈公園 景區門口 這裡有景區圖 亞爾山心靈公園非常之大 所以我們這個團隊是會連續在亞爾山玩兩天 我們第一站去哪裏呢 去亞爾山的天池 也就是景區當中最大的天池 整個亞爾山有七個天池 我們會玩到當中最出名的兩個 第一個就是亞爾山天池 另一個就是明天玩到的落塘風天池 你說整條路線來說很舒服 這條路線又不需要面對高海拔 又沒有什麼大山 只需要你穿夠衣服 預航措施做得足夠的話 其實很舒服 這是一個5A級國家公園 它走的全部都是賺到 你說要不要走很多樓梯 其實又不算很多 你上到這個亞爾山天池 大概都是走1000級樓梯 900多級樓梯 如果你走不到你就騎馬 但是這裡的馬真的有點貴 200元騎上去 我們走樓梯的話 大概由下面走上1000級樓梯 大概都是15分鐘 就這樣就會到達天池景區 天氣也是非常好 今天是沒有暈的 這隻叫做白樺樹 白樺樹已經開始變色了 你說變色來說 一般都是一部分一部分慢慢轉 沒有理由說 全山頭一下子全部金黃 不可能的 一定是有小部分黃色 有小部分綠色 我們現在是初抽 所以看到有黃又綠 這就是天池上面的景區 你看到那裡的草全都是黃色的 話說你那些草是黃色 但是周圍那些樹木 有些是黃 有些是綠 有些是初抽 其實我自己喜歡 是喜歡這一隻 你說全部都黃色 又不好看 有少少黃 有少少綠 我自己喜歡這一種感覺 在這個神奇的土地上 真是意想不到 原來這個季節 才有植物是開花結果 真是想不到 知不知道這部是什麼 這部就是大疆最新推出的 那部無人機 好像推出了一個星期 想不到我們這個團 竟然有團友買到這部 非常之厲害 因為這部是搶手的 深圳和香港有很多地方 都是官不應求的 由航拍機的畫面 拍出來是非常之美 可以告訴大家 看到整個天池嗎 玩完天池之後 我們就沿路下山 我們這個遊覽時間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左右 時間是絕對夠的 由下面走上來 然後遊覽後下山 下山的鏡頭也是非常之美 看到前面有草原 另外還有一些森林 森林那裡 也有少少黃色 要看其他旅遊視頻來說 亞爾山天池不是拍攝這個 另外那個也很有名 那個叫做駱駝峰 我們明天才去吧 走完天池之後 我們就回到山 山中間還有一個景區 叫做烏蘇浪子河 畢竟亞爾山是很大的 我們先玩了其中兩個景點 然後明天輕輕鬆鬆 玩其他幾個 順帶一提 現在的日出時間 大概是4點多 5點鐘 這麼早又天亮了 畢竟這裡是中國最東面那邊 如果你說日落時間 大概是6點半之前 就天黑了 而這邊的氣溫 溫差亦是大的 早上是18-19度 而晚上錄音這個時間 大概感覺到7度 明天會更加冷 其實我嫌這個段不夠冷 要再冷一點 就會更金黃一點 我們下山之後 我們就去吃飯 今天吃的叫做紅糕糧 一餐簡簡單單的東北菜 其實我很想買蹄子 這邊的東北蹄子很出名 那些巨峰 東北巨峰 是賣到香港的 你可以想想 是最出名的 另外這隻叫做藍果子 好像叫做 是我們香港沒有的 沒有得買這隻 未見過 那我們的客人 就住在聖彼得堡大酒店 也是叫做 差不多最美的那間酒店 是非常豪華的 可以拍到裡面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有這個outlook氣色 這裡是一個旅遊度假城市 我們師輩來說 就不跟客人一起住 我們師輩的話就住在漁家 一間叫做連鎖式的 旅遊度假酒店 正正常常 至於師輩房 隨便睡兩晚便算 明天我們的行程會更豐富 我們會玩到亞爾山的另一邊 明天說的是7點40分 我們便出發 你可以想想我們明天玩多少景點 如果想玩到這麼好玩的旅遊團 歡迎在留言區打 我想去東北 我就會發資料給你 我是你的香港水果導遊 小豆子關注我 帶你走一遍大江南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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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